大概就是我demo一下 主要就是说我希望写一个程式 它能够执行之后的话 能够怎么样呢 输入那个 这是几月 那这次几月的话是乱数出现的 这个October的话 比如我今天 假设我输入一个错误的 答错了 那当然呢 可以再让它不断拆了 OK 那不过这是几月呢 October 应该是八月吧 OK 所以Enter 正确答案 有没有 应该懂这个逻辑吧 很简单嘛 首先的话第一个 你也需要什么 先random 有没有 input random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这个应该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比较OK吧 就是先产生一个乱数 跟刚刚一样 那乱数的话呢 我是什么 产生一个乱数是 这个叫mr好了 这个mr的名称 当然你可以 m的random m的month month的random 然后呢 用random 点random range 那帮我产生1到13的乱数 也就是说呢 不跟这样 应该是1到12 那也就1到12月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就是 我乱数去抓那个清单 然后来show 问题为 有没有 把任何一个清单放到这边 是几月 所以这边可能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说我们会需要一个清单 那什么叫清单 这个主要一定是中瓜糊 把它夹在中间 这个叫做list 那Python里面 像书里面翻译叫做串列 不过我觉得串列好像不是很能够表现 应该list不就是清单吗 那什么叫清单 顾名思义 就是说呢 反正就有点像eSale 所以我喜欢用eSale来做说明 那eSale比如我开一个 就有点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清单 1到12月 OK 那只是说呢 在eSale里面好处都看得到 但是Python里面是看不到 必须要放在list里面 所以相对的难度 比起那个eSale来说 eSale当然比较直觉 那可是接下来第二个就是 那这个清单里面的英文单 是什么产生的 其实Python 这些单字不是叫你背起来 不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很简单 你当然第一个 你一定要记得那个1月份的单字 January 然后呢你只要输入叫eSale 其实我也是用eSale做出来的 你只要输入January之后的话 然后再怎么样 向下填满 1到12月 因为eSale里面就已经有了 OK 然后呢 我就把这些清单复制贴到这边来 然后前后加单引号 为什么 因为它是自串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个地方可能需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因为这个清单的话 它一定是从0开始 可是0开始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假如说我不放一个空的 我变成January1月的话 它变成是锁引值就变0了 有没有 那2月的话变成1 12月变成1 就因为说你每个月份的锁引值就要减1 那很麻烦 所以将来它输入 比如它猜1月 那你又要把1月它猜了减1 再跟index 以前 这个也是Java以前写的 我后来发现太麻烦了 然后慢慢转来转去 还有地方要加1 有的让它减1 后来我干脆怎么样 直接怎么样 把它控下来就好了 OK 就是说0里面不要放东西 那它就按照顺序放就好了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会浪费一个空间 浪费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空间 完全微不足道 所以这个可以略过 OK 好处就是程式逻辑变简单了 OK 所以我们有个清单的 记得中间加逗点 隔开就可以了 那里面的话就是放1到12月份 好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有变数了 接下来就是先把问题 所以一样 拿刚刚的程式 画一帽 应该还有印象吧 接下来请你输入 有没有 所以一样 输入就放在画一回圈的下方 问题为 特别注意 input 问题为 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要是乱数决定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像刚刚那个是 他就是在这个乱数里面 他得到8 可是我不可能说把这个8 问题为 问题为如果放8 不是你告诉他答案吗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必须是抓什么 抓这个清单里面的第8个 放到这边来 所以特别注意 如何从清单里面抓资料 特别注意 1清单的名称叫什么 MS 2如果我要抓第8个的话 那我就加一个什么 中瓜糊 然后并且 把这个8的数字 放到里面就可以了 这意思说 请你帮我把第8个的字串 放到这边来 所以他放到这边来之后 问题为 在October 这是几月呢 有没有 就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我动态的去抓一个月份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来 OK 这个蛮重要的 尤其是将来我们 下一个单元会讲到 这个List 而且List 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的话 就做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判断 不过要什么 如果两个对 两个一样 或else 不对嘛 所以有没有 如果他这个m输入的是8的话 那表示什么 两个match 所以答案正确 记得一定要break 反之就答错了 答错的话后面没有东西 所以他要怎么样 回到fileemail 然后继续回答 答到对为止 OK 不过这一题 大家也可以改写 只能拆三次 拆三次 所以怎么改 跟刚刚一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match CI的练习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一题最重要 就是了解如何 在Python里面 建立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 第一个建立的方法 一定是中瓜 五中间加豆点 第二个了解 如何从清单里面 取得它里面的其中一个资料 OK 像October F258 就记得 串列的变数 中瓜糊 后面加它的索引值 就会抓到第几个 OK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完成的答案 其实云端上也有 所以请各位 可以假设要找到 刚刚讲的这个答案 基本上是在云端的 第21页的地方 就是刚刚讲的这一段 那只能答三次的话 其实底下也有 不过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实到底差不多 零多点三 基本上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程式给写出来 所以回去的话 想想看 你还没有什么 类似的这种游戏 可以把它写出来 自己玩玩看 如果你想的也可以把它写出 那表示你真的能够理解 那有时候 如果实在没那么聪明 没关系 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以后的话 如果有类似的东西 记得 先套范本看看 范本的好处就是 因为基本程式都是对的 那你再把一些 不一样的部分做个修改 那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你将来要把像全民营检里面一千个单字 放到串列当然太多 所以将来很多东西 如果资料太多 要不就放一个档案 需要的时候再把它读到串列 或者放在资料库里面 需要的时候再把它读过来 那读过来的话 基本上都会用到串列 那再来的话 怎么样读取档案跟资料库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个单元 要讲的重点 所以如果你回圈学不好 后面那当然头更大 所以如果回圈学得好 其实真的应该 写python就没有烦恼了 所以基本上尽量把这些都熟悉 如果没有把握 没关系 你可以先拿我云端上的答案先来贴 贴完之后可以run 乱完之后呢 请你把它删掉 重新再打一下看看 大家如果没把握 你删掉部分 慢慢再加上去吧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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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